好,不好意思 那麼現在我們就來 好,我們就從一個Plan開始 那現在呢,我們畫一個Plan以後 緊接著,我們就到我們的這個Modify這邊來 尺寸的話,你可以暫時不用管它沒關係 分段數多一點 然後呢,我們去疊加一個Web WAVE 好,WAVE呢,這是我們的Plan 那Plan的時候啊,最主要的那個什麼呢 設定的函數有兩個,參數有兩個方向 1就代表一個方向 2就代表另外一個方向,它可以交錯 那你可以呢,先暫時的2不要管它 你用1就可以了 那麼呢,比如說呢,我們按住第一個1呢 開始拉,開始拉 越拉呢,那麼它的波浪啊,就開始升起來了 開始升起來了 升起來之後呢,你先升到一個階段 先停著 然後呢,繼續的再怎麼樣呢 再來開始調整 調整其他的東西 那麼調整其他東西以後呢 你會發現啊,它的慢慢的變化呢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變化的感覺 齁,這邊也是一樣齁 那麼等一下呢,這幾個數 這個英文字呢,我就稍微把它寫在黑板齁 全部給我做參考 那你可以慢慢的去調 為什麼說你要調慢一點 調慢一點的話,你才知道說 原來它是在調什麼的 調什麼的 可是你拉太快啊 它的變化你沒有看到 齁 好 那麼呢,我們到這邊 一個方向出來了 如果你要再加第一個方向 再加第二個方向 你仔細的觀察一下他們的差別 有沒有,旁邊開始有波浪起來了 有沒有,齁 那麼呢,這樣子的感覺啊 慢慢慢慢的把它塑造起來 齁 你可以呢,這樣子呢 去把它做一個 齁 高低起伏的一個感覺 齁 這樣起來 好 如果把它豎起來 像不像一個窗簾 齁 齁 然後呢,接下來 通常呢,這個做完以後 我們還會再加一個什麼呢 剛剛各位有做過的 Turbo什麼 Turbo Smooth 齁 Turbo Smooth 齁 齁 這樣子以後呢 它就會 比較模擬出那種 平滑的那種 平素的柔柔的感覺 柔柔的感覺 齁 OK 好,那我們交給各位了齁 好 那你原來之前可以散掉 沒關係 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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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